第1861章鸿蒙仙界 怪石区上再次响起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伴赏方才平息下来 多谢 多谢诸位前辈恩赐造化 诸位前辈辛苦了 晚辈明日再来 封建天地如愿以偿地挨了一顿狂奏 心满意足 冲着诸位影子生灵感激道 心想只要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便可以淬炼出与王腾一般强大的肉身 只是此刻的他只觉得浑身疼痛 却是没有感觉到肉身增强 揪行之道 滴水穿石 需要日积月累 循序渐进 我才刚刚开始挨揍 自然很难见到成效 等到多经历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封建天地心中自愈到 随后心满意足退出了主封怪石区 这老小子没毛病吧 影子道士等人听到封建天地的感谢 不由得纷纷嘴角一抽 随即颇有兴奋的道 不过 奏起来还真过瘾 经过了封建天地着奏的小插曲 主封上重新恢复了宁静 王腾向影子见客请教成就天地之法 前辈 如今神荒大陆的天地环境还不够强大 天地之间的规则秩序法则依旧脆弱不堪 我有直觉若我要凝聚天地道果 所需要的天地规则秩序法则 必定会非常惊人 此前封建天地凝聚天地道果都尚且险些失败 如今的这个天地环境 恐怕难以支持我顺利凝聚天道果时 前辈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王腾虚心请教道 收敛了先前的嬉笑 影子见客看了王腾一眼 道 你的顾虑并没有错 以你的抵御与潜力 要成就天地境界 动静绝对不会小 而且所需要的力量 天地间的各种规则秩序 也会无比的庞大与恐怖 别说是现在的天地环境 便是放在以往 你们口中的那朱蒂时代 如你这样可怕的抵蕴 要凝聚出最强大的天地道果 也会非常困难 而且凝聚天地道果 凝聚消耗的天地间的各种规则秩序越强 越完整 你所证得的天地果位 就越强大 实力与潜力也会远远超越传统的天地境强者 影子见客侃侃而谈道 听到影子见客的话 王腾心中顿时惊异 天地道果难道还分等级吗 影子见客点头道 的确可以这样理解 依你的抵蕴 要凝聚天地道果 便应该凝聚最强大 最完整的天地道果 这样才能将你所积累的朱斑抵蕴 统统柔和 并且发挥出来 从而挣得最强的天地果位 所以 就算是这片天地的环境 勉强能够支撑你凝聚天地道果 我也不建议你在这片天地挣到天地境 王腾文言目光闪烁 他拥有无天魔主的记忆 都不知道凝聚天地道果 竟然还有这些门道 同时 他微微索起眉头 私存片刻道 前辈的意思是 我得去寻找一个天地规则秩序 相对强大与完整的世界 正道天地 影子见客淡淡道 下界这诸天万界 天地规则秩序皆都残缺的厉害 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 王腾张了张口 道下界诸天万界的天地规则秩序皆残缺厉害 前辈的意思该不会是要让我去神界正道天地吧 神界 影子见客瞥了王腾一眼 王腾从影子见客那平淡的眸字当中读出了一丝不屑 影子见客道 神界的天地环境虽然的确远胜这下界的诸天万界 但是其天地规则秩序也只是相对完整而已 我所说的是他说话间影子见客看了一眼远处的周松 王腾顺着影子见客的目光看去目光落到周松身上 不由得以愣心中满是疑惑 还记得我们从剑神谷中取走的那个用来取代他破损的倒机的鸿蒙世界吗 影子见客平静的道 那个世界原本是一方仙界演化了无数个混沌纪元 此后历经一场最可怕的大劫这方仙界被打得崩碎 后来有人寻到这方仙界的残骸以无上伟力将其修补并且祭练成这样一桩神物 空偶听到影子见客的话 王腾只觉得脑海中默然想起一道晴天霹雳 只感到惊骇不已 他张大了嘴巴 眼神之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替代周松倒机的神物鸿蒙世界 其本质竟然是一方仙界 这怎么可能 仙界被祭练成了神物 那这世间还有仙界存在吗 还有人可以成仙吗 毕竟 连世界都崩碎了 被人祭练成了这样的神宝 这并非你们这一界的仙界 影子见客似乎看出了王腾心中所思 开口说道 我们这一界 王腾敏锐地抓住了影子见客话语中的某个字眼 影子见客却并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淡淡地道 世界很大 世界也很小 所谓戒子那虚迷 虚迷那戒子 有些东西 只有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境界 才有资格去探索 去揭秘更多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 虽然西年那方仙界破碎 其中的天地规则秩序也毁灭大半 但随着这片仙界被重新凝聚起来 那些天地规则秩序也重新开始演化 自行修补 无尽岁月过去 那其中的天地规则秩序 已经补全得差不多了 其内部甚至蕴藏着仙道规则秩序 当然 那仙道规则秩序 早已被封锁在那方世界最深处 气息不得散发 不然你的这位追随者 也不可能承载得起这座神物 听到这里 王腾只觉得这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虽然他知道 周松体内的鸿蒙世界很不凡 但是却也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那竟然是一方仙界所化 而且那其中 竟然还沉淀有传说中的仙道规则秩序 若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未免太惊人了 当初在剑神谷他就了解到 那鸿蒙世界大概率就是被修罗剑的前主人 也就是修罗剑口中的长风哥哥所重新凝聚并祭恋成神宝 他以为对方只是祭恋了一个寻常的世界 没想到对方所祭恋的世界 竟然是一方仙界 这的是何等的通天手段 王腾只觉得不寒而栗 心中惊悚 觉得修罗剑的前主人实在是强的太离谱 自己如今不但得了对方的法宝修罗剑 还从修罗剑那里得到了对方所创的无敌法万物呼吸法 这因果实在太大了 万一到时候对方真要跟他清算 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给自己选一个好一点的风水宝地 挖个坑自己躺进去了 第1862章期出关 影子见客没有过多的谈及鸿蒙仙界 拉回话提到 你若要凝聚天地道果 可以借助这鸿蒙仙界之中的天地规则秩序 那里面的天地规则秩序虽然也算不上是绝对完整 但是与这神荒大陆 乃至那神界相比 却要强大与完整太多 王腾文言也顿时压下了心中的惊涛骇浪 平复了心绪 现在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寄生天地境界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放到一边 不过 前辈 那鸿蒙世界已经成为小松的道基 我要如何才能借助其中那些强大的天地规则秩序冲击天地境 王腾沉吟道 虽然知道小松体内的世界是一片仙界 但是王腾依旧以鸿蒙世界相称 毕竟 以一方仙界作为道基 这实在太惊人了 若是消息流传出去 还不知道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若是传入神界 只怕更是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以他现在的修为 足以沟通体内的道基 关联一方世界 你不是得到了血衣们的血衣小世界吗 那血衣小世界也已经初步演化出了本源 快要进化成一个真正的大世界 可以此作为媒介 令得两个世界连通 届时你可在血衣小世界中正到天地 到时候 两个世界真的连通 血衣小世界的进化速度也会受到鸿蒙世界的影响 得以加快 甚至有可能演化出先天生灵 先天神魔 影子剑客指出明路 似乎早就已经想好了一切 王腾文言顿时张了张口 那血衣小世界已经与他的神徒小世界融合了 当初进入血衣小世界的时候 王腾就察觉到了血衣小世界中规则秩序比起其他小世界完整的多 并且已经诞生本源 原本他还曾想过 等到实力足够强大后 尝试沟通神界 窃取神界的天地元气来催化血衣小世界的进化 催生出一批先天生灵 现在看来 自己似乎不用再去耗费精力与心际窃取神界的元气 可以连通一方仙界 哪里还需要沟通神界 不过 想到这里 王腾却是心中一动 道前辈 既然能够连通小松体内的鸿蒙世界 那我们能否直接进入鸿蒙世界中修炼 鸿蒙世界乃是一方仙界所化 当中的天地元气 比起神界恐怕都要更加恐怖吧 若是能进入其中修炼 那效果简直不可想象 影子见客看了王腾一眼 淡淡地道 你觉得 你们承受得住其中的仙道规则压制吗 虽然那鸿蒙世界中的仙道规则被封锁 稚固 不会对外界散发出威能 但是却依旧在内部自行运转 除此之外 那其中的浓厚与强大的仙界元气 也不是你们所能承载的 足以轻松称爆你们的肉身 所以就算是此番连通血一小世界 也得限制其中的仙界元气大量泄露 借十亿散出来的少量仙界元气 能吸收炼化多少 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影子见客开口说道 王腾文言有些遗憾 若是能进入鸿蒙仙界中修炼 那好处绝对巨大 只可惜 正如影子见客所言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不可能承受得住那其中的仙道规则秩序压制 也难以承受住其中庞大而浓厚的仙界规则的灌溉 进入其中别说修炼 性命都保不住 不过能够借助鸿蒙世界关联血一小世界 推动血一小世界的进化 并且利用其中相对神界都要更加完整的天地规则来凝聚天地道果 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机缘了 这样一来 自己便可以真正凝聚出最强大的天地道果 正的最强天地果位 王腾正计划者是否要立即开始实施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 灵犬宝地身处几个修炼秘境中 忽然齐齐传来动静 树道强大的气息击射出来 叶无常 唐月等人纷纷再度出关 无常 唐月 小叶子 周松远远地看到出关的叶无常等人 顿时惊喜患道 哈哈 小松 你终于出关了 嗯 你成到了 叶千仲狠狠拍了拍周松的肩膀 随后就注意到周松身上的修为气息 竟然比他还要高出一个境界 顿时愣了一下 接着骂骂咧咧道 靠 七转大地巅峰 你以八转大地成道的 亏我还担心你要以七转大地成道 都一直压制着美感冒然进生七转大地 担心挡了你的道徒 你居然偷偷摸摸以八转大地成道了 叶无常也飞了过来 看了周松一眼 闷闷的道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小松 他们早就可以寄生七转大地了 但是一直压制着没有突破 只是不断的沉淀 压制 此刻实在有些压制不住了 所以才都纷纷出关了 没想到周松却已经以八转大地成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也不用再继续辛苦压制了 灵木剑尊笑了笑道 他们也都已经压制到了极限 毕竟原本成道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是六转大地巅峰的修位了 又在时间阵法中前修沉淀了这么久 王腾豪不吝啬地赐给他们的丰厚的修炼资源支撑 如果不是担心周松出关后还要正道 他们早就寄生到七转大地了 听到众人的话 周松不由得心头一暖 众人为了他正道考虑 纷纷压制突破 有着这样一帮兄弟 也不枉此生了 我们也不废话了 公子都已经晋升至尊了 我们可不能落下太多 先晋升七转大地 然后我还得确立地号 叶千重开口说道 他与灵木剑尊等人虽然早先一步成道 但是一直没有确立地号 在等周松 那个 公子现在已经是至尊巅峰了 还是那种随时可以冲击天地境界的半步天地 周松看着骂骂咧咧的叶千重 眨了眨眼道 叶千重问了一下 随后众人纷纷神情一致 就在叶千重等人几乎同时冲击七转大地境界的时候 神界 秦长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看着面前的虚空宝镜 脸上浮起一抹笑容 总算练成了掌控这虚空宝镜的法觉 第1863章构建通道 练成掌控虚空宝镜的法觉后 秦长生便立即将李川等人召唤了过来 我已经请到了虚空宝镜 并且练成了掌控虚空宝镜的法觉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何人愿意下界而行 替本圣子震杀此人 你们放心 等到事情办成 本圣子绝不会亏大了你们 秦长生看着眼前众人 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 即便拥有虚空宝镜护制通道 真身下界依旧有着不小的风险 所以为了让这些人冒险 他也不令话下大饼 我等早已准备妥当 就等着为圣子效命 愿为圣子赴汤蹈火 李川立即开口 眼神异异生辉 此前就已经想清楚了 要彻底靠上秦长生这座大山 而此番下界便是投名状 我等也愿为圣子赴汤蹈火 在李川开口的时候 四方不少人也都不甘落后 纷纷开口 向秦长生表示忠心 如今秦长生刚刚成就圣子 可以说是刚刚起事 正缺少一批亲卫核心 他们自然也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 好 看着李川等人纷纷表态 秦长生也是心怀大开 道 本圣子记住了你们的忠心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 方才本圣子之所以有此疑问 便是要看看你们的忠心 现在 本圣子已经看到了你们的忠心 此番事后 你们便是本圣子的亲卫核心 是本圣子一脉的元老 不过 此番下界也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 一来那下界之人不过蝼蚁 你们都是我先朝一等一的天才 修为皆都非同凡响 虽然下界而行会被压制境界 但是也至少能够保留真神巅峰左右的修为 正是阿易凡界蝼蚁 绰绰有余 而来你们下界而去的人越多 虚空宝境构建的通道就会越不稳定 增加风险 秦长生目光扫了一眼眼前的一众追随者 最后目光落到李川身上 道 李川 你最先表态 此番便由你下界罢 半成此事 本圣子重重有赏 听到秦长生的点命 李川顿时目光一胜 露出一丝兴奋与激动之色 按道自己此前两度率先表态 宣誓忠心 果然在秦长生心中留下印象 能够让秦长生记住 在其心中留下印象 这在他看来显然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因为 如今的秦长生 刚刚起事 此前一直忙于修炼 也并不曾招收追随者 如今麾下救他们这些人 而他现在在秦长生心中留下良好印象 令秦长生记住他的存在 等到办成此事 将来秦长生自然会重用他 至于此番下界 这杀王腾一事 李川根本没有将之放在眼中 一个小小的下界蝼蚁 就算他此番下界后实力遭受严重压制 依旧可以轻易碾杀 毕竟 神哪怕遭受压制 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那也终究是神 凡界的蝼蚁再强 但蝼蚁也终究只是蝼蚁罢了 他李川虽然无法争夺圣子大位 算不上古老仙朝最顶尖的绝世妖孽 但是也绝对算得上是天才巧楚 下界免杀一只蝼蚁 还不是轻而易举 因此 在李川看来 此刻下界的任务 除了需要面临那强大的介域规则压制 以及被介域规则反噬的风险之外 可以说是毫无难度 毫无难度的任务 却能得到秦长生的重用 成为秦长生的心腹 那无疑是值得的 圣子放心 属下一定不负圣子任命与信任 他立即拱手硬诺道 妈的 被李川这家伙抢先了 此周 投靠秦长生的其他追随者们见状纷纷暗骂 看着李川的眼神中充满了羡慕 因为 他们也都感觉到了秦长生对李川的态度 比起对他们要更加亲近一些 简然此前李川先后两次抢先表态 表示忠心的举动 给了秦长生好感 在其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秦长生也没有多言 翻手之间 虚空宝镜浮现在掌心三寸 他将手一翻 虚空宝镜飞了出去 随即秦长生双手掐绝 接连在虚空宝镜上打出几个法掘与法印 最后又转动了虚空宝镜上外圈的一个圆环 校对了凡界的位面坐标 将其连接的坐标校对到了神荒大陆的位面 这虚空宝镜 是一桩爵士宝物 可以连接下界的诸天万界 构建出一个相对稳固的通道 虚空宝镜 明明虚空 浩荡长存 给我开 秦长生法力无边 恐怖的法力加持在虚空宝镜上 连绵法力若先海般无垠 绵长而雄浑 精纯而强大 此方那些追随者们 见到这一幕 感受到秦长生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以及那滔天的强大法力 不由得纷纷心目悸动 好恐怖的法力 不愧是能在这一届先朝圣子争夺战 百万天交中脱颖而出的存在 此方追随者纷纷心潮澎湃 秦长生的实力有些超乎他们想象的强大 这对他们这些追随者而言 自然是好事 秦长生实力越强 将来走得越远 他们这些追随者 也能跟着水涨船高 或许 圣子真有希望 将来夺得神子之位 有人已经在展望未来 吃拉 一道赤圣的宝光 从虚空宝镜中击射而出 朝着下界照射而去 那赤圣的金色宝光 如一口利剑 笔直地冲向下界神荒大陆的方向 像是要贯通三界六道 接着 那虚空宝镜上 神秘的符文与道理穿梭 交织 最终镜面上浮现出了下界的画面 那虚空宝镜迅速放大 平稳地悬浮在秦长生面前 射出的宝光 照射在神荒大陆上 将神荒大陆清楚地浮现在了 秦长生等人的目光中 这虚空宝镜 就仿佛是天眼一般 监察神荒大陆 随着那金色宝光越发接近神荒大陆 虚空宝镜上浮现出来的画面也更加清晰 最后 那金色宝光彻底照射在神荒大陆上 通道也在此刻彻底构建完成 那光芒脸去 虚空宝镜静面如湖泊一般清澈与宁静 古川 秦长生停止了掐绝 张口大吃一声 古川文言立即上前 属下这便去展了那下界之人 在此之前 秦长生早已给他们看过王腾的影像 此刻 古川目光如炬 双目璀璨四号月 手中浮现一口长枪 被他提着冲入虚空宝镜 那瓶颈如湖泊的镜面 那就是虚空宝镜构建的通道所在 第1864张危机降临 下界 神荒大陆 灵犬宝地外 远处天穷之上 劫云滚滚 叶无常等人纷纷放开对修为的压制 齐齐步入七转大地境界 引发可不天结 各种惊人的意向浮现 恐怖的天结几乎笼罩了整个灵犬宝地 令得四方无数修饰经济不已 哈哈哈哈 舒坦 叶千仲狂笑 他浑身苍日蔽体 那滚滚天结难以威胁到他 到老而今 以他们的底蕴 这种程度的天结 也已经难以再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威胁了 片刻后 叶千仲等人便纷纷陆续地顺利度过了天结 将修为彻底稳固在七转大地境界 积压了这么多天 终于一次性释放了 这种感觉真是太舒坦了 哈哈哈哈 叶千仲嘿嘿见笑 随即目光看向叶无常 立即又站一满满 挑衅到狗无常 现在我们都是同等境界 敢不敢与我一战 叶无常冷冷扫了他一眼 手下败将 随即叶无常转头丢给叶千仲一个后脑勺 不屑与之一战 你说什么 你这是什么态度 啊啊啊啊啊 我跟你拼了 叶千仲顿时炸毛 嚷着要与叶无常决斗 呸 小叶子 你都已经败给无常不下百次了 到心还没崩坏吗 灵木见尊与金哲见尊二人调笑道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前输的都不算 我们不能活在过去 要向前看 要满怀期待地展望未来 比如未来总有一天 我会将无常那家伙踩在脚底下摩擦 摩擦又摩擦 被灵木见尊与金哲见尊揭开自己曾连败在叶无常手中一百次的伤疤 叶千仲丝毫不以为耻 昂首挺胸道 远处 王滕见状不由轻笑 与周松谈及其体内的鸿蒙世界的事情 得知自己体内的世界竟然是一方仙界所化 周松也是大吃一惊 但很快就平复了心境 难怪 我此番闭关 融合鸿蒙世界的时候 就隐约感觉到其内部烦 内部蕴藏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没想到这鸿蒙世界竟然是周松深吸口气 吃惊道 王滕打断道 关于鸿蒙世界的事情 却不可对外说起 否则恐怕会引来不可想象的麻烦 周松文言目光一闪 立即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 鸿蒙世界的真身是一方仙界 内运仙道规则 这种事情一旦流传出去 必定会引起一番腥风血雨 甚至神界都要因此动荡 我现在虽然不能调动其中的强大力量 但是只是连通一方世界 却并非太难 可以一世 周松得知了王滕打算冲击天地境界的计划 开口说道 事不宜迟 我现在便去关联沟通神徒小世界 引导鸿蒙世界中的天地规则秩序 神徒小世界与血一小世界已经融合在一起 沟通血一小世界便是沟通神徒小世界 就在这个时候 九天之上忽然风云起涌 最终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 一股恐怖的契机 从那巨大漩涡中泄露出来 下一刻 一道金色的光柱 如立剑般 从那巨大的漩涡中击射出来 照亮了整个神荒大陆 连同那高空中的历日的光芒都被掩盖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神荒大陆上 顿时无数生灵吃惊 不少人心神悸动 这段时间 神荒大陆显得实在不算安宁 异象频出 尤其是先前 那些逃难者降临 最终却跌血半途 天降神师 实在吓到了不少人 再由此前 秦长生分身下界 也令得不少人心神震动 而此刻 异象再现 当一开始就有如此可怕的气息泄露 实在令人难以安心 灵犬宝地 夜无常等人纷纷回到了王腾身边 去都抬头看天 王腾目光闪烁 眸子当中有寒芒凛冽 嘴角浮起一抹冷笑 终于要来了吗 王腾目光注视着那道自上而下 激涉而来的金色神光 感受到其中那神圣的气息 以及神界的力量秩序 长发无风自动 夜无常等人也都纷纷神情凝重 从那金色神光中感觉到了不凡的事物 随着金色神光彻底降临后 那金色的光柱突然收敛 九天之上浮现出了一个纪念寺的巨大平台 突然之间 那巨大的纪念荡漾起了一圈波纹 一道神光自其中冲出 化作一道可怕身影 那道身影气息惊人 比起当初秦长生那一道下界的分身 还要强大得多 他周身气击骨荡 扭曲了天地间的规则秩序 一双赤胜的眸子当中似有心和浮动 手中捏着一杆气息凛冽的长枪 他身形略显狼狈 穿过那虚空宝镜所构建的界域通道的时候 遭受到了强大的规则压制与反噬 好可怕的界域规则 若非有虚空宝镜护持 此番我强行下界 只怕至少得丢掉半条命 李川低语 眸子当中闪过一缕后怕 虽然他早就知道 强行下界 风险巨大 却也没想到在虚空宝镜护持的情况下 都还这么危险 果然实力越强 压制与反噬就越严重 风险也越高吗 李川南南 他的修为不低 神道境界 从低到高分为真神 天神 神君 神侯 神王 神皇 神帝等 每个境界细分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以及巅峰大员满五重小境界 李川乃是神道境界第三境界 神君巅峰的修为 这等修为 已经不算低了 所以此番真身下界遭受到的压制与反噬 才会这样强大 而若是神侯 甚至神王境界的强者下界 那触发的界遇规则压制与反噬 将会更加恐怖 不过 虽然在虚空宝镜构建的通道中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总算成功下界 李川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觉到了身上多了一层层的枷锁 被介于规则秩序缠身 将他的修为压制在了真神境界后期 真神境后期吗 还真是沉重的枷锁啊 不过 纵然只有真神后期的修为 要碾杀这些下界的蝼蚁 也绰绰有余了 李川南南道 嗯 话音落下 他豁然侧谋 敏锐地感应到了一道冷烈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他立即侧目看去 金色的目光洞穿虚空 看向林泉宝地方向 与王腾的目光相撞 此前他已经从见过秦长生以法力显化的王腾的影像 因此此刻一眼辨认出王腾就是自己此行的目标 嘴角浮起一抹冷笑 就是你斩了圣子大人的分身 以这样的目光相视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本君的来意 准备好受死了吗 第1865章激战真神 李川上下打量王腾 想要看出他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竟然能够斩杀秦长生投放下界的分身 但王腾修炼万物呼吸法 对自身力量的掌控 气息的收纳 可谓是出神入化 入微至极 从外表看去 根本难以看出端倪 显得与一尊普通的至尊近巅峰强者并没有差别 原来只是个小小的凡界至尊 剑王腾身上并无特别之处 李川挑了挑眉 随即眼神鄙夷与不屑 蝼蚁一般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你如何能够斩了圣子大人的分身 不过你这一生也走到头了 滚过来 斩了你 本君也好及时回返上界 凡间这污浊的环境 在此多滞留一丝一毫的时间 都让本君感到恶心 他张扬至极 手中战枪指向王腾 语气淡然的道 其身上的气息如潮汐一般翻滚不止 言语之间 竟显霸道 这份姿态当真高高在上 对这凡间的一切都感到鄙夷与厌气 赤神界生灵 灵犬宝地 灵木剑尊等人都反映了过来 猜测出了来人的身份 纷纷瞳孔一缩 神情凝重 公子剑对方似乎冲着王腾而来 叶千仲 叶无常等人纷纷面色变幻 看向王腾 他们先前闭关 并不知道此前秦长生的分身便已经下过界 被王腾斩杀 王腾抬手 打断了叶千仇等人的话 目自踏天而去 他眸光冷烈 眼中逆无情 盯着李川道 你口中的圣子就派了你来送死 王腾话音落下 李川眸光豁然锁定在王腾身上 那金色的眸子照射在王腾身上 有可怕的威势 蝼蚁般的东西 也敢在本君面前放肆与狂妄 找死 他平淡的语气在此刻立即变得凌厉 作为神界的天骄 他原本就对这凡间界的一切比喻与厌弃 而此刻 一个凡间界的生灵 竟然敢这样与他说话 在他面前口出狂言 刹那间便令他杀一浮现 看来你得罪了你家圣子 所以你家圣子才会让你来送死 否则他为何不敢亲自下界 王腾嘴角浮起一抹击窍之色 故意刺激到 然而李川却洞穿王腾的攻心计 冷笑道 蝼蚁终究是蝼蚁 便只会运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阴谋手段 这样拙劣的攻心计 也想动摇本君心神 吃人做梦 凭你这般货色 也配让圣子大人亲自下界来斩你 未免太不自量力 本君懒得与你废话 你现在若是自财于此 省得本君杀你脏了手 本君尚且可以留你全尸 这是本君对你最大的恩赐 他冷笑着盯着王腾 眼神中满是戏血 吃啦 然而回应他的是一道犀利无双的剑光 见对方并未被自己的话语 动摇了心神 王腾便不再语之废话 直接出手 杀向对方 他直接祭出了修罗剑 直接动用了昆蓬急速 整个人与剑光融合为一 那新红的剑光绝世犀利 速度更是快到了极致 比起闪电都要恐怖 那李川只感觉到眼前光芒一闪 那剑光就瞬间冲到了面前 令他刹那间汗毛倒立 当来不及震惊王腾速度之快 李川终究是神军巅峰的强者 虽然此番下界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压制 实力留存只有真神静后期 但是其反应依旧迅速 在感觉到眼前光芒闪烁的刹那就条件反射的挥动了手中的战枪 进行格挡 那新红的剑光瞬间冲到面前 修罗剑当的一声就披在李川手中的神枪之上 蹦践起一串绚烂的火星 以及风略无边的锋芒之气 同时李川还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狂暴无比的力道 从修罗剑中倾泻而出 传递到他手中的长枪上 顺着手臂震在他的身上 仓促格挡的李川 直接被震的一个猎切 你李川亮相半步 盯着王腾的眼神中满是震惊之色 因为王腾这刹那之间 所展现出来的速度 以及力量 无一不超乎他的想象 一个小小的凡界至尊 此刻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速度 连他堂堂神君境界的修为 都差点没反应过来 不但如此 其这一件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也完全超越了凡间的力量极致 别说是小小的至尊 就是天地巅峰也不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这等力量 已然不逊色遭受戒与规则压制后的他 这叫李川如何能不吃惊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王腾一个小小的凡间修士 为何能斩杀秦长生的一道分身了 没想到这牢狱一般的凡间世界 竟然还能诞生出你这样的存在 在这天地规则秩序严重残缺 且脆弱的凡俗世界 你竟然都能走到这般地步 真不敢想象若你这样的人物 入了神界干事何等经验 不过很可惜 你永远没有机会进入神界李川目光闪烁 随即双眼微眯 目光锁定王腾 神情变得认真了起来 仅仅只是一次交锋 便立即让他改变了对王腾轻慢与不懈的态度 可见他心中对王腾方才的表现究竟有多震撼 刷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王腾却已然再度欺身压境 坤鹏急速下 王腾如顺鱼一般瞬间出现在其面前 丘罗剑杀伐力气冲销 王腾的剑道锋芒更是赤胜 他一剑力劈而下 展向李川 你话太多了 他眼神冷漠 星红的眸子当中只有纯粹无比的杀意 那看似简单的功法 一朝一世却都蕴含仙剑道的奥义 他所领悟的仙剑道 目前只有仙剑杀戮道 顾名思义就是以杀戮作为此道的本质与核心 杀意欲纯粹 此道威力就越强 星红剑光如铺一般倾泻下来 那其中蕴含的可怕的杀伐之气 强烈至极 纯粹至极 单单是这一剑中蕴含的杀气 就让人亡魂俊茂 心中惊惧 若是道心不够坚定之人 面对这样的一剑 只怕当场就要被吓得到心崩溃 连抵挡的星号星号都要被抛弃 罪以待毙 第1866章捏杀李川 李川顿时惊悚 没说完的话立即戛然而止 在王腾这一剑力劈下来的时候 李川清晰的感觉到了那股强烈至极的杀伐之气 整个人都仿佛是置身到了一个杀戮国度之中 连同视线都变得一片心红 当不过 他终究是神军境界的修为 道心也非同反响 还不至于背下得失去分寸 他手中战枪横击修罗剑 仓促抵挡 与修罗剑碰撞 动发出恐怖的力量波澜 以及如雪的剑气风暴 砰 而在李川提枪挡下自己这一剑的同时 王腾一脚踹在李川胸口 将其当即踢得横飞出去 这一脚 他运用了真龙分身的龙之力属性 霸道绝伦 加上他如今的力量 令得李川当即仰头横飞 口中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胸膛都塌陷了下去 并且以此为中心 伤势蔓延 其身上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你李川披头散发 又惊又怒 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两度交锋 两度受挫 这让他愤怒之余 还感到了一丝不妙 眼前这个自己眼中的凡剑蝼蚁 手段大大超出他的意料 实力强横无比 尤其是那可怕的速度 令他防不胜防 此 然而王腾却根本不与他废话 也根本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 他如昆蓬展翅 瞬间追上横飞出去 尚未稳住身形的李川 扑的一声 修罗剑当即斩下那先前嚣张狂傲 不可一世的李川的脑袋 将其拎在手中 这就是什么 千前何等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我当你有多大本事 原来这般不堪一击 如今而被我斩下头颅 掌控了生死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将你先前的优越感再拿出来 让我看看 王腾抓着李川的头颅 封进了他的元神 冰冷的眸子盯着李川 李川眼神还有些茫然 不敢置信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凡戒蝼蚁 这样风轻云淡的斩了脑袋 你不是至尊敬的修为 凡间至尊 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你隐藏了修为 李川尖叫 不敢接受自己败在一个凡间至尊手中 毕竟 先前刚刚下界之时 他何等优越 何等的高高在上 对于这凡间的一切都比一于厌弃不已 对王腾更是一口一个凡间蝼蚁相衬 结果现在 转眼之间 交手不到三个回合 他便被自己方才口口声声称为蝼蚁的存在 斩了头颅 即便他到心坚定 此刻也感到羞耻 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而四方 神荒大陆的无数生灵 目睹到这一幕 也都固有得震惊不已 又一尊下界的神知 被王腾斩于见下了朱至尊亥然 心脏砰砰狂跳 看着九天之上那道浑身杀气滔天的身影 眼中满是惊骇与复杂 这一刻他们方才真正的意识到了王腾的恐怖 不是神 却已然能够逆法神知 不只是他们 就连灵犬宝地 神蒙众人都震惊不已 叶千仲 周松 叶无常 唐月 灵目见尊 金哲见尊 顾清风 道无恒等等所有神蒙之人 此刻也都难掩心中的震惊 公子公子竟然已经可以屠神了吗 半晌 叶千仲忽然惊呼出声 眼神中充满了亥然 而叶无常与唐月 则是纷纷目光一紧 感觉到了无比强大的压力 还有一种颓败感 他们一刻不停地追赶王腾的步伐 每次当他们以为已经追赶上了王腾的步伐 与之拉近了距离的时候 却又发现原来王腾早已不在原点 九天之上 隐藏修为 听到李川的话 王腾眼中浮起一抹击翘之色 但这个姿态 无疑刺激到了李川 令其惊怒不已 你在笑什么 在得意什么 若非本君遭受到戒御规则的压制 实力实不存一 就凭你一个下界蝼蚁 杀你不过翻手间 是吗 你口口声声称我为蝼蚁 那么你却被我这只蝼蚁摘了头颅 我若是蝼蚁 你又是什么 蝼蚁不如吗 王腾冷冷地道 说什么如果 若是同等境界 我杀你一如丝话 你 听到王腾的话 李川顿时气得险些喷血 然而 王腾却已经不再与他废话 抬头看向头顶上空那巨大的镜面 捏着李川头颅的法力大手缓缓捏拢 我知道你在看着 想杀我 就派这样一只喽啰来 可还不够看 我便在这里等着 下来 斩你 说话间 王腾法力大手默然捏拢过来 要捏杀李川的元神 李川顿时瞳孔一缩 吓得魂飞魄散 惊叫道 住手 我来神界先朝弟子 圣子麾下 你敢杀我 天上地下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扑 然而 王腾对李川的话 却是宛若未闻 看都不曾再看其一眼 心无波澜将其元神捏爆 这才斜拼了一眼那掌中雪雾 身手一抓 射魂术射取其记忆 了解到了关于古老先朝如今的事例 以及秦长生的信息 他再度抬头 看着头顶那平静的巨大镜面 冷冷道 怎么 秦长生 堂堂先朝圣子 连下界来与我一战的勇气也没有吗 如你这般废物 也妄图掌控命运的线 他故意张扬 言语相机 想要激秦长生真身下界 从而趁机将其斩杀 为荒途死去的众多英明报仇 而虚空宝镜的另一面 秦长生早已面色铁青 他没想到李川竟然不是王腾的对手 被王腾这样从容击败 李川虽然不是圣子级的天才 但是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代翘楚 是古老先朝这一代弟子中的精英弟子 即便比不上顶尖的妖念天才 也当得起天才之名 然而此刻 他先朝的天骄 竟然败王在了凡间一个小小的至孙手中 就算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李川遭受到了严重的戒御规则压制 实力留存只有真神静后期 这一战也不该败 秦长生滚下来受死 而此时眼前虚空宝镜的画面中 再度传来王腾的呵斥 令得早已面色铁青的秦长生 顿时更加阴沉 眼中杀意高涨 第1867张集近张狂 秦长生身边 那些追随者们也都惊悚 没想到李川竟然会陨落在下界 震惊于王腾实力强大的同时 这些追随者们心思也立即活络了起来 李川没能完成任务震杀王腾 反而陨落在下界 这意味着他们便有了表现的机会 听到虚空宝镜中传来王腾的呵斥与挑衅 有人立即主动上前请阴道 好个猖狂之人 居居下界楼椅 也敢挑衅我先朝威严 挑衅圣子 最不可赦 圣子且让属下下界替圣子诛了此聊 此人名为吴越 实力比起李川还要强上一筹 虽然王腾震杀了李川 但是却并不足以震慑到他 令他畏惧与忌惮 而且在他看来 李川之所以会败得这么惨 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其太过轻敌了 不了解王腾的手段 而他通过这虚空宝镜 清晰地目睹了王腾击败李川的全过程 自以为对王腾的手段已经有所了解 我等也愿下界替圣子诸此狂徒 其余的追随者也都纷纷开口 齐齐上前 秦长生盯着虚空宝镜中显化出来的王腾那桀骜不可一世的身影 眼神中杀意浮动 目光流转到吴越身上 冷冷吩咐到可有把握 郑子放心 我不会如李川那般大意 下界便立即出手 强势震杀此子 吴越很自信 他距离神侯境界都只有一线之隔了 实力抵运 比起李川身后不少 自信全力出手 足以轻松镇压王腾 不会踏上李川的后尘 为防万一 还是让我等同行吧 有人开口 也想下界而去 在秦长生面前表现一番 留下印象 哼 前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为防万一 你是觉得我镇压不住此人吗 听到那人的话 吴越顿时回眸头已不善的目光 冷冷开口 随即 他拱手冲着秦长生道 圣子 多人同时下界 风险大增 属下一人足以 请圣子带我加音 秦长生眼帘微抬 抬手阻止了前横等人 冲着吴越点了点头道 去吧 我会在这里亲眼看着你镇杀此人 圣子 前横等人上前预言 但秦长生目光一扫 威言自露 令人不敢违逆 只能纷纷按捺下来 吴越扫了前横等人一眼 嘴角浮起一抹不屑冷笑 化身长红 投入虚空宝镜之中 秦长生 滚下来受死 王腾顶天立地 灵力的目光注视天穷上那巨大的镜面 张口大赤 极尽张扬 他知道 秦长生必定在那巨大镜面的背后 看着这一幕 想要将其彻底激怒 激其真身下界 呼啦 这个时候 那巨大的镜面所在 忽然卷起了一股股灵力的风暴 同时 那瓶镜的镜面 犹如镜纸的湖泊 突然被狂风掀起波澜 一圈圈连一荡漾 下一刻 一道神红从那瓶镜的镜面中冲了出来 身上的气息比支里川更加惊人 王腾顿时目光一宁 赤圣的目光瞬间照射在此人身上 你不是秦长生 他目光冷烈 从其身上掠过 重新看向那巨大的镜面 继笑道 怎么 堂堂先朝圣子 竟然连下界与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 真是可笑 放肆 五月穿过虚空宝镜 看似只隔了一层镜面 但实际上 其中却是穿越了非常遥远的界域 在其中历经波折 方才安然降临 他此刻遭受压制后 保留下来的修为 比起李川明显强了一线 保留了真神境界巅峰的修为 举手台族之间 威士仿佛便可碾压这凡间诛天 此刻 听到王滕这样挑衅秦长生 作为秦长生的追随者 企图借助此战给秦长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从而成为秦长生派系的核心成员 怎能容忍王滕当着自己的讥讽与挑衅秦长生 他手持战矛 双目冷立 张口大赤道 贫拟一个小小凡人 也配让圣子亲自下戒与你一战 为免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本军来斩你 化罢 吴越直接出手了 连有再罗嗦 要干净利落的镇沙王滕 结束这场战斗 他很清楚 先前李川下戒镇沙王滕 结果却陨落在眼前这个凡人手中 加上这个凡人三番两次的挑衅 秦长生此刻胸腔中早已积累了强烈的杀意 所以此时 他想要在秦长生心里留下好的印象 那就得顺遂其心 速战速决 空偶 真神境界巅峰的实力爆发 虚空顿时当即炸开 无数的天地规则秩序与法则锁链都被排斥到了一边 甚至不断的溃灭 那恐怖的气息宣泄出来 令得整个神荒大陆 无数生灵惊悚 亡魂俊茂 有一种末日降临的感觉 好 无悦遭受到强大的戒御规则压制 竟然还保留了真神巅峰的实力 果然底蕴不浅 的确值得栽培 神界 虚空宝镜的另一面 秦长生谋光大圣 脸上的阴沉之色收敛 看着保留了真神巅峰修为的无悦 眼中流露出了一丝赞赏之色 修为越高 遭受的戒御规则压制就越强 但无悦与李川二人都是神军巅峰的修为 将比其李川下戒遭受到戒御规则而压制后 只剩下真神后期的修为 无悦却能够保留真神巅峰的修为 其底蕴明显比其李川更高 也更有成长的潜力与培养价值 此周其他那些追随者文言却是相视一眼 心中暗暗极度无悦的同时 表面上却是纷纷笑呵呵的恭维道 圣子所言即是 以无悦师兄真神巅峰的修为 此人必死无疑 我等恭喜圣子 消除返忧 哈哈哈哈 秦长生文言开怀大笑 随即双眼微眯 盯着虚空宝镜中王腾的身影 嘴角浮起一抹冷笑 心中暗道 不管你是不是无天转世或夺赦重生 此番之后 皆成虚妄 日前因果皆都尽断 下界 神荒大陆 无悦手持战矛 如一尊战神 朝着王腾俯冲过来 那金色的战矛 金光四溢 屡屡金光蕴藏可怕的威力 轻易的洞穿虚空 粉碎法则 他毫不介意神荒大陆其他生灵的死活 对于自己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收敛 肆意的宣泄出去 扫荡八方 强大的力量喷发 令神荒大陆浮现出天意四象各种灾结 仿若真要灭是一般 第1868章 还有谁来送死 阿 那金色战矛中倾泻出来的一丝丝射向四面八方的金色光芒 让神荒大陆一些生灵遭受无望之灾 被那金色光芒擦中便是魂飞破散 几乎瞬间 便有诸多生灵蝶血惨嚎 这一幕令王腾默然瞳孔皱缩 勾动了内心深处的记忆 仿佛当年荒土大劫的一幕再现 令他心红的目光大盛 杀意瞬间高涨 你该死 王腾低吼 瞬间融合了四大神魔分身 动用巅峰状态下的力量 提着修罗剑 施展昆蓬急速 迎向吴越 杀气腾腾 楼椅汉天 不自量力 吴越冷笑 通体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捏紧手中金色绽毛 要动杀一切 他的威势太强了 所过之处 虚空塌陷 时空都仿佛紊乱 整个虚空战场各种天地规则秩序混乱 显得一片混沌 同时 他体内神道符文发光 有镇压一切的威势 然而 王腾依然不惧 四大神魔分身融合 加上进化成五重修罗魔域的手段加持 展现出巅峰状态 无惧一切 在即将靠近吴越的时候 王腾再度展现昆蓬急速 比起此前迎击里川的时候更快 在他动用昆蓬急速的时候 整个人都仿佛突兀的消失不见了 吴越直接失去了王腾的动向 他心中顿时已惊 神时全面发散 感知王腾身形 却也只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而且那模糊的身影 位置变换太快了 怎么会这么快 吴越心头默然惊悚 感到难以置信 他自以为目睹了王腾振沙里川的全过程 对王腾的实力已经有所了解 但是此刻却是陡然发慌 因为王腾展现出来的速度 比起此前明显要快得多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意味着 先前王腾振沙里川的时候 还有很大的保留 并没有用全力 在后面 神时模糊地感应到了身后一道身影破镜 同时吴越还感受到了背后声寒 如芒在背 立即掉转毛头 回转身体 展向身后 扑 刹那间 一颗头颅瞬间冲天而起 无头尸体鲜血喷涌如柱 然而 这颗冲天而起的头颅 却并非王腾 而是吴越 在他转身展向身后的刹那 王腾如鬼魅一般瞬间出现在其正面 修罗剑锋芒绝世 配合王腾实质化的剑道锋芒 瞬间斩断吴越的脖子 哗啦啦 修罗剑凶煞力气环绕 诡异的力量散发 疯狂地吞噬吴越浑身精血 那被斩断头颅的吴越的肉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 干扁 而吴越那被斩飞出去的头颅 清楚地看到这一幕 看到王腾力剑于前 顿时瞳孔一缩 不敢置信自己竟然一个照面 便陨落在其手中 他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明白过来 刚才的那一个刹那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 该死 王腾双目心红 杀意高涨 大手抓向吴越的头颅 对方方才肆无忌惮 碾沙神荒大陆无辜生灵的一幕 勾动他内心深处 西年荒土大劫的记忆 让他的杀意空前高涨 不亚于当初面对秦长生时多少 你 见王腾伸手朝着自己抓来 吴越顿时面色大变 惊叫一声 立即冲天而起 想要逃回神界 圣子救我 他惊恐大叫 先前的自信不在 此刻面对王腾的滔天杀意 狼狈如丧家之犬 在此之前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不是王腾的对手 会面临过这样的生死危机 否则他又怎么会主动请因 下界镇杀王腾 但是现在 毁之晚矣 只剩下一颗头颅包着原神的吴越 又怎么可能逃得出王腾的手掌心 一只法力大手 遮天蔽日一般 笼罩过去 任凭吴越如何尖叫逃窜 都难以冲出王腾那只法力大手的掌心 那掌中掌纹恭贺明显 如山脉连绵起伏 五指如五根晴天之柱 插入九天 这是一门无上神通 掌中乾坤 扑 随着法力大手默然捏拢 伴随着一声凄厉惨叫 无悦的原神当场飞灰烟灭 王腾提见而立 仰头看向那静默的静面 狂放道 还有谁要来送死 尽管下来 我一一诛之 他乱发飞扬 浑身杀伐力气滔天 如修罗在世 无情的双眸蹦射出两道冰猛的寒芒 动射虚空宝镜 那张扬狂放的姿态 倒映在秦长生等人眼中 而此刻 那虚空宝镜另一面却是一片安静 秦长生脸上方才流露出来的开怀笑容 那对吴越的赞赏之色 已然凝固 其身边那些追随者们 也都瞳孔微缩 惊悚不已 没想到保留了真神境界巅峰修为的五月 竟然也不是王腾的对 被王腾如此风轻云淡的震杀 踏上了李川一样的结局 这可是两个神军巅峰的修士啊 竟然就这样陨落了 折损在了下界 被一个小小的凡间修士斩杀 这件事情要是传了出去 他们先朝的脸面往哪里割 先朝的精英弟子 天才巧楚竟然连一个下界蝼蚁都不如 脚心意义的抬头看了一眼秦长生 众人都清晰的感觉到了秦长生此刻心中那滔天的怒火 这杀王腾 这是先朝那些老怪物们亲自给他发布的法旨 是他成为这一代的圣子后 所接到的第一个人命令 第一个任务 结果却接连受挫 坚是自己投放下界的分身被其诛 而坚自己挥下两名神军巅峰境界的追随者真身下界 也相继陨落在其手中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不只是他的颜面难保 还会影响先朝的颜面 届时他少不得要遭受到一些喝泽 该死 秦长生面色阴沉到极致 若非以他的修为下界 实在太过凶险 他早已亲自下界 却将下界那只蝼蚁震杀 他的实力又变强了 秦长生双眼微眯 虽然心中愤怒不已 但却并未失去冷静 察觉到了王腾的实力 比起当初与他的那一尊分身交手时 明显变得更强了 这令他心中惊异 这才多少时间 对方的实力竟然就有了如此巨大的提升 他深吸口气 不论如何 绝不能再给其时间成长下去 此番必定要将其彻底震杀 目光扫过眼前一众追随者 秦长生目光冷烈 此人手段诡异 而等一同下界震杀此人 第1869章 十神下界 秦长生眼神冷烈 杀意凛然 心中愤怒的同时 也对王腾那恐怖的成长速度感到忌惮 不管是为了完成仙朝那些老怪物们交给他的任务 还是为了斩断他与王腾因为荒土所结下的这一段因果 他都必须得将其震杀不可 其身边 那一众追随者们纷纷心神一鸣 都感受到了秦长生已经处于暴怒的边缘 那一股威严绽放 让他们所有人心中都莫名一抖 听到秦长生的命令 众人目光微闪 随即纷纷拱手道 圣子放心 我等一定不如使命 这便下界 震杀此人 还请圣子为我等主持虚空保镜 今眼目睹了王腾接连斩杀李川与吴越二人的过程 要说他们心中还对王腾没有丝毫忌惮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他们也不可能再自大的要求单独下界 不过若是大家一同下界 那他们便无所畏惧了 就算那王腾在墙 终究也不过只是一个凡间至尊而已 未入神道 难道还能在他们同时下界 联手之下翻出风昂来吗 时间没有这般人 唯一值得他们担心的是 多人同时下界 这会大大增加虚空保镜的负担 增加下界的风险 痴人一组 可将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无需担心 秦长生神情冷漠 看出众人心中有顾虑 陈生说道 他虽然愤怒 但是却并没有失去理智 不会为了杀王腾 就完全的不惜代价 这些追随者 都是先朝的精锐弟子 放在外界一些顶尖势力当中 这些人甚至可以成为其中的核心天才 只是因为先朝太强大了 凝聚的天才实在太多 与那些真正的绝世妖孽相比 这些人则显得黯然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他秦长生刚刚夺得圣子大位 根基还不稳 身边就只有这些追随者 与其他那些个时代的老牌圣子比起来 他的底蕴就太浅了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 他也不可能毫不顾及这些追随者的生死 听到秦长生的话 众人彻底放下心来 痴人下界 风险可控 而且联手之下 怎么也够碾杀下界那个凡奸至尊了 秦长生随意点了十名追随者 这些人也全都是神军后期神军巅峰境界的修为 去吧 杀了他 秦长生副手而立 盯着虚空宝镜呈现出来的画面中 王腾那张狂不可一世的身影 语气冰冷道 那被秦长生点中的十人 顿时纷纷谋战金芒 冲着秦长生拱手行了衣礼 请圣子捎带 我等去去就回 说着 十人相视一眼 纷纷化作一道神红 投入那虚空宝镜中 秦长生双眼微眯 盯着虚空宝镜中王腾的身影 心中杀意浮动 哼 就算你实力在强 也休想党的注视为神军联手 神荒大陆 那巨大的纪念并没有因为王腾连斩了两尊神之后便消失 依旧安静的浮在九天之上 从中散发出一缕缕不同寻常的气息 令得神荒大陆上 无数生灵心中坠坠不安 京剧地盯着头顶上空那几乎笼罩了整个天幕的巨大镜面 他们都听到了王腾与李川 以及吴岳的对话 也听到王腾仰天长笑 宣战于挑衅神界的声音 这令他们所有人都惊计 亡魂巨貌 他们不明白 王腾一介凡人 为何会受到神界的针对 竟然不惜下界来震杀他 看着九天之上 王腾顶天而立 手中三尺修罗剑血光缭绕 力气腾腾 杀伐之气刺破天穷 与天比高的身影 无步心头震颤 枯拉 安静了片刻的巨大镜面 终于再起波澜 狂风呼啸 法光飞剑 强大的力量漩涡 比起之前更加的狂猛与爆裂 迟到模糊的身影 从虚空宝镜中跌出 有人脸色苍白 在虚空宝镜构建的通道中 遭受到强烈的戒御规则压制与反噬 损耗了元气 不过 虽然经过波折 但他们终究还是顺利下界 其修为大多都保留了 真神镜后期与真神镜巅峰的修为 但其中却有一人 气息格外强盛与灵力 真神镜大圆满 这同时下界的十人之中 有人竟然保留了 真神巅峰大圆满的修为 便是秦长生都不由得目光一闪 眼中金芒碧露 没想到此番下界的十人之中 还有这样一个底蕴雄厚之辈 那个人是谁 秦长生一直眼前 虚空宝镜呈现出来的画面中 那个保留了 真神巅峰大圆满的修为的人 询问身边余下的一众追随者 这些追随者都是刚刚才投靠他的 秦长生对一些人的名字 还并不清楚 但是毫无疑问 此刻这个遭受到戒狱规则压制后 还能保留真神镜巅峰大圆满的修为的人 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其名将会被他记住 秦长生身边余下的那些追随者们见状也都不少人心惊 暗中吃味不已 他们知道秦长生会这样询问 显然是看上了那人 到时候恐怕会大力栽培 将其培养成自己心腹 不过 虽然心中吃味 但众人表面上却没人表现出来 其中一人笑着拱手英道 甚至他是沐云海 是凌云先锋的弟子 秦长生闻言目光微闪 凌云先锋的弟子 沐云海 他嘴角扶起一抹笑意 盯着沐云海 暗暗记下了这个名字 此人底蕴竟然如此深厚 潜力必然惊人 若非修为再高一些 此人甚至有资格参与此前的圣子争夺战 这等天才 有资格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秦长生心中想到 起了爱才之心 已经下了决定要培养沐云海 至于沐云海能否活着凯旋 这一点他却是根本没有去想过 且不提沐云海此刻保留有 真神静顶风大圆满的修为 便是其与九名真神后妻 与真神巅峰联手 在他看来 也完全足以震杀王腾了 目光落到沐云海身上 秦长生先前阴郁的心情 突然舒畅了不少 在投靠自己的追随者中 竟然发现了这样一尊天才 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毕竟 他可是野心勃勃 想要在将来竞争神子大卫 手底下没有一点班底 没有几个能力出众的办事的人 怎么斗得过其他那些个时代的老牌圣子 第1870章百万大军 下界 神荒大陆 持尊神之同时下界 那一股股恐怖的气息肆无忌惮地散发出来 令得神荒大陆无数生灵越发心惊肉跳 经济不已 在那一股股强大的气息宣泄下 天地间风云变幻 虚空都被直接压得坍塌 天地间的规则秩序在他们面前显得非常的脆弱 不断的崩裂开来 持神下界 这绝对让人震撼 整个神荒大陆上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所有生灵都在忐忑 不明白王腾究竟如何触怒了神界 导致神界的神之先后下界 是要震杀他 变是灵犬堡地中 神盟的众多长老与弟子都变色 脸色发白 无数弟子与长老 纷纷腾空 包括王腾此前度化的那些生灵 迅速组合成一之百万大军 宁洁战阵 随时待命 虽然面对的是来自传说中的神界的神之 但是依旧没有人因为畏惧而缩藏 主动宁洁战阵 要与王腾一起争战 哪怕不敌 也要同生死 叶无常 唐月 叶千仇 陵墓建尊 金哲建尊 周松等所有人也都谋光变幻 就连封建天地都骂骂咧咧 口中嚷嚷着跟王腾结败太亏 总是劫难不断 指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跟着一起玩独自 公子 叶无常等人凌空 身后神盟百万大军虽然修为境界远远无法与神并肩 但是依旧声势浩大 一些神盟弟子驾驭高阶傀儡龙 数千头傀儡龙腾空 在虚空中翻滚 整个灵犬宝地上空的天地规则秩序都被搅乱 显得一片混沌 百万大军 凝结战阵 所有人的气息都凝结在一起 气冲消汗 何等浩瀚与壮观 那神荒大路上 各方生灵见到神盟那百万大军 具都瞳孔皱缩 心惊肉跳 原本在他们的印象中 神龙不过是一个新建势力 除了王腾等一众高层之外 下面的长老与弟子 不过一群乌合之众 但是此刻 当他们看到那宁结成战阵 将气息完全凝成一股的神盟那百万大军 还有那天空中飞驰的数千头高阶傀儡龙 却是无不心中震撼 这样一股势力 哪怕没有王腾带领 都足以在这神荒大路上拥有一席之地了 而且 他们还感应到 神盟年轻一辈的弟子中 有不少人气息格外赤圣 与之所处的修为境界队 已经的力量不在一个层面上 各个都是精彩绝艳的天才 这一下 瞬间镇住了神荒大路各方势力 神盟的底蕴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弟子一代更是人才济济 天才汇聚 王腾提见而立 看着那从静面中冲出的十尊神之 顿时双眼一眯 一抹心红的血光绽放 体内的血液刹那肩沸腾起来 杀意如潮 秦长生还真是让人失望 始终归缩着不敢下界 让你们来送死 不过也罢 你们既然甘愿为其下界送死 想来也是他麾下的忠实走狗 杀了你们 也算是折其臂膀 且当收点利息 都滚过来受死吧 王腾手中修罗剑斜指地面 目光盯着下界来的十尊神之 眼中不但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显得有些兴奋 他浑身凶煞力气环绕 同时五重修罗魔玉撑开 酒屈血和自冥冥中蜿蜒而出 如一头血色大龙 盘绕在身 他手中修罗剑闪烁着 鲜红光芒如雪 当中修罗剑在兴奋地叫嚷着 杀杀杀 好久没有饮过神血了 刚才那两个不过瘾 长风哥哥 杀光他们 修罗剑煞气高涨 他是一口真正的绝世凶剑 一般人难以驾驭他 公子 我们来助你 叶千仲等人率领百万大军 从灵犬宝地冲来 来到王腾身后 皆都神情凝重 王腾眸光微闪 原本他是没有想过 要让叶千仲等人身遇此战的 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信心 十尊真神 根本难以对他造成太大威胁 有万物呼吸法 这门无敌法在手 王腾又岂会再以为攻 战斗越混乱 战场中爆发的力量越强 他的万物呼吸法 所能凝聚的力量就越强 对他的实力加持也越大 所以 对方想要联手杀他 除非对方掌控强大的合击神通 将所有力量汇聚一起 将他赶紧利落的一举阵杀 否则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太大影响 反而会让他的万物呼吸法 更快凝聚到更强的力量 加持于身 令他越战越勇 越战越强 叶千仲 周松等人 还有神蒙百万大军的到来 有些出乎王腾意料 但他心中却是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他知道 叶千仲等人 以及一众神蒙不重 乃是担心他的安危 担心他不是实神对手 毕竟 那时尊神之此刻散发出来的威势实在太强了 尤其是其中那名真神巅峰大圆满的沐云海 更是令人感到灵魂都要被那散发出来的 丝丝威严压的退散 因此哪怕明知对手是神界的神 他们的实力与之相差甚远 此刻却依旧毫不退缩 主动奔赴而来 要与他并肩而战 同生共死 不过 王腾当然不可能让他们来送死 神蒙虽然百万大军 但要与神对抗 还相差太远了 神战中随便爆发出一些力量风暴 都不是他们可以抵抗的 前来相助 完全是生命血迹 都退下 此刻 王腾毫不犹豫 神情严肃 喝退众人 不可能让他们来送死 公子 我等愿为公子赴汤蹈火 与公子同生共死 百万大军起后 弃机名成一线 冲破消汗 震动八方 让无数生灵头皮发麻 浑身汗毛炸力 王腾回眸 你们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与神交锋 现在还不到你们出战的时候 都退回去 他日时机成熟 我自汇率你们杀个痛快淋漓 退下 他张口冷赤 目光看向周松 夜无常等人 区区几个真身而已 来多少我杀多少 他日杀上神界之时 自有你们用武之地 此刻的王腾 张扬而强势 威严而霸道 态度无庸置疑 夜无常等人不由得捏紧战兵 他们知道王腾是担心他们的安危 此刻心中暗恨自己等人实力不足 战斗来临却不能与王腾并肩作战 甘请不含 与王腾并肩作战